接到命令!259架舰载机和27艘潜艇击沉7万吨战舰,消灭2498名官兵。 5月19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为了纪念日本海上保安厅成立70周年,刻在19日当天举行了官乐式。 事实上,日本保安厅的官乐式本应该是一年举行一次的,但自2013年停办后,终于在十和五年后重新举办,想在场近3000名的民众展示了巡逻船和飞机在救助海上船之时的训练情况。 此次官乐式的底点选在了东京湾,攀讯的37艘船只不仅有日本本国的,还有美国的海岸警卫对船。 这一幅美日两国船只共处统一海湾的和平画面,不禁让人想起了曾经号称不成之舰的日本大和号是如何在美国的轰炸机下沉入海底。 大和号,1941年12月16日竣工,有世界第一战略舰,日本帝国的救星之名,满载排水量达7万吨,它的却在体积上可以说是超级战略舰之一,但在实战中的成绩并不亮眼。 在莱特湾海战中,大和号舰参战了弹不幸中弹,不过比起另一艘五层战略舰直接被击沉,大和号舰可以说很幸运了。 直到美日冲绳岛之战,大和号舰的好运到头了。 1945年4月6日下午15时18分,为了反击美军在日冲绳岛的登陆,大和舰从德山港出发,奔赴封后海峡。 当晚22时40分,大和舰的护航舰探测到了美军潜艇的存在,事实上,美军早就发现了大和舰的踪迹,航母和战机都正装待发,只等一声令下。 4月7日上午10时,大和舰迎来了海上第一轮战机轰炸,美军的第58特混舰队接到命令,出动了113架战机,含腐冲轰炸机,鱼类攻击机,对大和舰及其护卫舰发起了集中火力猛轰,并不断增加战机数量进行攻击。 12时37分,大和舰等来了致命一击,美军奔宁顿号航母的舰载机四架地域俯冲着朝着大和舰的舰围投下两枚炸弹,大和舰左嫌出现故障,后部主甲板爆炸,航速降低。 此后,美军大黄蜂号上的14架地域俯冲着,八架复仇者等鸡群更是毫不留情,鱼雷,炸弹不断使大和舰舰体受损,航速从22节降到7节。 终于拜十四时23分,大和舰爆炸,断尾两节,随即沉默了。 1945年4月7日,在这个让日本海军难以忘记的一天,大和舰是在259架舰载机,27艘潜艇的狂轰乱炸,为追堵截中纷崩离析的。 这艘号称不沉之舰的战列舰只在日军海军待了四年不到,就和约2498名日本官兵一起沉默在了海底。